我們看這題目 將一塊邊長 A B線亂長累數公分 B C線亂長累20公分的 長方形鐵片 A B C D 沿對角線 B D線段 對折後樹立 使得平面A B D 與平面C B D垂直 則A C兩點 在空間 距離 A C線亂長 是等於 多少公分 畫成最減根式 首先我們根據這條件 我們可以做這個圖 那麼這時候 這樹立起來之後 C點呢 就是這裡的 C' 這個點 那根據這條件 A B線亂長是15公分 那麼就是 C D線亂長是15公分 那樹立起來之後就是 C' D線亂長 是15公分 我們標示來這裡 然後 BC線亂長是20公分 那麼也就是樹立之後的 BC'線亂長 這是20公分 然後呢 BCD這個角是直角 所以呢 這時候的 BC'D 這個角呢 是直角 所以 上方形 BC'D 這是 直角上方形 那兩股長 一個是15 一個是20 我們可以算出 寫邊長 我們寫在這裡 這是 BD 線亂長 那麼這等於 這是根號 這是15的平方 加 20的平方 那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等於 這是25 單位是公分 公分 所以呢 這 BD線亂長 我們算出 這是25公分 公分 所以呢 我們過C'點 對 這 BD線亂 做垂線下來 那麼假設交於P點 那這時候呢 這是直角 我們可以求 C'P 線亂長 好 那麼這是 這個直角上 形 斜邊上的高 所以呢 這個高 就是等於 兩股的成績 除以斜邊 我們寫 15 乘以 20 然後去除以 25 那麼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12 單位是公分 標示在這裡 那麼 我們要求的是 這時候的 AC' 線亂長 這是空間中 AC兩點的距離 AC線段 的長度 就是這時候的 AC' 線亂長 那麼因為 這樹立起來 那這裡呢 角 APC 這是直角 所以我們已經算出 這一股長 如果這時候我們可以再算出 AP線亂長 那利用 B式定理 我們就可以求出 AC' 線亂長 那我們來求 這一段的長度 這時候我們根據 這三小型 BC' D 這是直角 然後呢 這時候的 這股長是20 這股長是15 斜邊長是25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呢 是角 BDC' 那麼它的cos值 我們寫cos 這角 BDC' 這等於 這是斜邊 分之 零邊 所以是等於 25分之15 也就是 5分之3 所以呢 這時候 這角 C' Pd 這是直角 好 好 這時候的斜邊長是15 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一股長 這DP線亂長 我們是用15 去乘以 cos 這個角度 那直接用5分之3 帶進來 所以呢我們算出 DP線亂長是9 單位是 公分 標示 這長度是9 那麼 又以致 這 AD線亂長 就是 BC線亂長 這是20 單位是公分 所以呢如果我們角色 這個角是θ 那因為 cosθ 這時候是 我們用這個指導三小型 那斜邊長是25 這股長是20 所以cosθ呢是25分之20 那麼也就是 5分之4 那麼我們就利用余璇定理 可以算 AP線段長度平方 我們寫一下 那麼這等於 這是 9的平方 加 20的平方 減掉 2乘以9 乘以20 再乘以 cosθ 這裡我們用5分之4 帶進來 所以呢這是等於 9的平方 這是81 那加上 20的平方 這是400 那減掉 這裡呢 我們20 除以5 這是4 所以呢 2乘以9 乘以4 這是72 72再乘以4 我們得到這是 288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用 481 減掉 288 那我們會得到 這是 193 3 ap線段長度平方 我們算出來了 那麼 c'p 我們在這裡有算出 這是12 那這裡不妨把它取平方 c'p 長度的平方 這等於 12的平方 就是 144 所以呢 ac'p 線段長 我們寫到這裡來 這等於 根號 c'p 長度的平方 加上 ap 線段 長度的平方 所以我們直接帶入 這是 144 加 193 3 那麼我們就算出 這等於 根號 337 這個答案 所以我們回答 ac2點 是在空間中 也就是 這距離ac線段長 就是這裡的 ac'p 線段長 那麼 答案是 根號 337 單位是公分 我們得到 這個答案